你好 歡迎收看2月6號大花蓮地方新聞 我是盧宇慧 花蓮縣政府舉行112年花蓮縣村里長教育訓練 環保局特別安排了環保資源推廣宣導 說明花蓮縣政府推動淨零碳牌的目標 也編列經費配發給全縣有177位的村里長 每個人一輛8萬元的公務電動機車 由縣長徐中衛移交給各鄉鎮村里長 期盼共同為低碳來盡心力 花蓮縣府民政處4日在宜援度假村 辦理112年花蓮縣村里長教育訓練 除了邀請消防局、農業處等單位 透過講座政令宣導 縣府環保局也安排環保資源推廣政策內容 鼓勵民眾淘汰老舊機車換購電動機車 最高可補助2萬2800元 縣長徐正衛也在會中正式撥用177輛公務電動機車 作為村里長公務使用 經營碳牌已經是全世界在推動的險局 而且必須要實際上落實去推動、去實踐 而這件事情地球暖化 這件事情跟每一個人都有關 我們都是局內人而非局外人 此次教育訓練 花蓮縣共有177位村里長 其中有53位新上任 花蓮縣府目標在2030年達到公務車及新能源機車 佔新售車比例35% 推動地方鄉鎮施工所公務使用電動機車 取代以往燃料機車來服務鄉親 全線目前共有173座電動車充電站 以及106座電池交換站 呼籲民眾多使用環保低污染電動車輛 期盼一起為2050精靈碳牌騎手努力 藉著蔣幫院秀工廠報導